大家好,欢迎来到陈子乐园 今天我们又给大家带来 杰德奥特曼崇高形态 还有无限赛罗的街机游戏 那这一次呢 我们用卡片召唤出了杰德奥特曼的崇高形态 这个形态呢 在之后的杰德奥特曼 电视里面会出现 然后我们用赛罗眼镜的两个新世代胶囊 召唤出赛罗奥特曼的无限形态 这次我们又给大家一次性介绍两个新的街机形态 这次我们选择的任务 是一个角色任务 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强敌 那要来选哪一个任务好呢 这里我们选择了 Justice Ultimate 正义 那因为我们在之前的街机游戏里面 曾经被他打败过 这次我们要再来挑战一下 让我们来看一下 接到他们崇高形态的攻击 这是光线攻击 崇高形态的手刀攻击 好强大呀 哦 被挡了下来 那你们知道 街的奥特曼崇高形态 是要拿两个奥特曼融合变身的吗 这里提示我们可以召唤战友 还有发动无限赛罗的必杀技 那让我们来选择无限赛罗的必杀技 这个变身和电视上的一样 用赛罗的眼镜 还有捷特变身器融合 太帅了 让我们来发动 传说中的必杀技 让我们来充满能量 那你们知道 无限赛罗的必杀技叫什么名字吗 八个光球发出的必杀光线 太帅了 Justice奥特曼被我们打掉了一半的血 让我们来进行防御 防御成功 冲高形态 看上去好强大呀 接下来是拳击 我特别喜欢 冲高形态的光线 手刀攻击 大家看 他的手里会划出一个光线的攻击 轮到对方的反击了 这里我没有躲过对方的攻击 而且还有反击 反击成功 一脚把Justice踢倒了 手刀攻击 打得好帅呀 这里Justice被我们打晕了 让我来连续手刀攻击 接到特曼全高形态的拳击 好棒啊 一拳把Justice打飞了 这里我们要防御 防御成功 不好了 Justice的必杀技来了 上次我们就输在他的必杀技下面 这次让我们来防御 防御成功 Justice跳了起来 噢 天啊 我们被打掉了一半的血 正好我们的必杀技能量潮已经充满了 等一下可以发动了 我们继续用脚踢 然后再用光线攻击 那这个崇高形态你们看到了赛罗的痕迹吗 他的身上有赛罗的一些图案呢 蓝色还有红色相见 这里我们可以发动必杀技 让我们召唤艾美利姆头标 发动联合必杀技 这次我们能打败Justice吗 让我们来充满能量 发动必杀技 太帅了 冲高形态的必杀技 地上都被打出了坑 看来攻击力太强大了 那这次给大家带来了两个阶级形态 你们喜欢吗 下一次我们又给大家带来更多新的阶级形态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